自卑加分 接下来请收看 海豹法师同法讲座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沙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事 舍粒子 施主发空想 不生不灭 不高不尽 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色 不少相信时 无言耳笔舍生命 无色生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你世间 无名亦无无你情 乃至无老四 亦无老四情 无苦击灭到 无痴无得 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持法会印度教所有神明 同享功德 荷兰境内所有天神 地方神明同享功德 我为所有六道重生 类似父母祖先 冤心在主 修慈悲心 参加法会 佛教讲因缘 本来说要四点半开始 但是因缘车子没开 他们大游览车说四点才可以开车 然后结果又开不进来这边 等等等等 佛教里面讲随缘自载 这样就好了 这一点各位要练习 我们说我一定要快乐 我不要痛苦 我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那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这个世间 凡一切存在都在变化 就跟太阳一样 这很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也就像你的身体 就不断地在成长老化 就是一定在变化 就像后面点了这个灯 那为什么它会亮 因为它在变化的状态 那才会亮 那什么叫空性呢 我刚才讲到 这个灯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 没有这个灯油 没有空气 没有火 没有种种的住原 灯不能存在 所以灯在哪里 就是不能够离开 这个油啊 空气啊 灯芯啊 只要离开任何一个条件 灯就不能存在 所以佛教叫空性 这个意思 那既然讲空性 那灯呢 那就是等于世界了 因为这个灯油 代表一个 一个矿物质 种种的组合 然后它需要空气 所以它要种种的住原 其他的灯来隐瞒它 所以空 灯的本体 是因缘和合 所以叫空性 那所以灯不能够离开世界 然后灯存在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黑暗消除掉 把痛苦烦恼消除掉 我们点灯是代表一种正面 那这个叫智慧 智慧就是说 你看到灯你要去思维 思维 那我为什么在烦恼 你看灯不断地在燃烧自己 但是它放出光 灯没有说我是灯 因为我是油 我是空气 我是这些灯心 我是这些种种的物质组合的 只是我把这些组合起来 变成一种光 去帮助众生 去庄严佛像 那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灯的本体是空性 它表现出来呢 是对世界的平等的爱 光嘛 所以 但是灯最后一定会消灭 那我们也是灯啊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每天在吃饭啊 晒太阳啊 空气啊 那我们才有热量 对不对 有这个热量 有这个热量 产生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那所以我们不能自私 因为我们离开这些空气种种 我们就不存在 所以众生皆有空性都平等 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发挥生命的光跟热 去孝顺服务 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那些流浪狗 就像各位写牌位 我早上写了 欧洲地区 河南地区 法国地区 所有男女孤魂 痛苦有情 然后一直写到世界各地 那就是法会的目的 法会的目的是慈悲 那为什么能够慈悲 因为不自私才可以慈悲 空性吧 透过这个智慧的了解 我们了解 一切存在都互相依靠的 一切存在 不能够离开其他的任何一个存在 不是光灯 那些花草树木 那些水 所有的一切 包括一栋大楼 包括刚刚我们感恩了 印度教的所有神明 也希望印度教的所有的信徒 他们喜欢打坐 都能够达到自在 而且能够达到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所以佛教里面 所以他们跟我说 到印度教的地方 最好了 昨天我们去 去我们这边的教堂 去念经 然后那个老牧师说 这个教堂没人用了 你们可以申请给你们用 所以我们就跟他申请了 他们现在就要开始开会半年吧 他们问我们要干嘛 那我们就请革新 我们坐下来开始念经了 念经了 我说因为我们在创造一种 慈悲的声音吧 希望和谐 希望大家快乐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相片 你喜欢什么相就什么相 重点是心态 和平 没有恨 没有贪心 没有战争 不但如此还可以 爱任何人 包括爱敌人 各位记住这句话 爱敌人 接受一切 现在很多人很痛苦 我不能接受我生病 我不能接受我的太太对我这样 我不能接受我的先生对我这样 那你会很痛苦 事实上它会变这样 是你的心态 念一下 一切为心照 心为主导 我做个比喻好了 有一天有个太太 带着她的先生 她先生已经不能动了 坐在后面 她太太说 我先生得糖尿病 又得癌症 然后什么 讲到老半天 我们旁边有个老师傅会打坐 她回答一句话 你先生所有病都是你造成的 因为很多先生是给太太气死的 我看她先生 她先生就一直点头 我憋很久了 终于有人讲真话 气出来的 憋死了 一看了就知道 因为她太太很强 先生一副这样 老农民很痛苦 所以因为同样的意思 别人也可以把你气死 对不对 所以只是这个太太不了解这个 所以我们就劝她说 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念她 不要说她哪里不好 你就对她很好 像灯像花一样 对我们很好 但是对我们不会要求什么 那你这种心态改变了 你的先生心里就很平静 他很平静以后 你又产生了一种正面力量 然后他的分泌 他什么就正常了 这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我讲我妈妈坏话好了 我的爸爸遭遇症 我爸爸打人 然后腰痛得要死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吃安眠药 然后我妈妈觉得 她嫁给我爸爸是很倒霉的事情 因为我爸爸是有钱人又帅 我妈妈是乡下人穷 她漂亮 那我的祖母去问 问问观音菩萨说 这个要嫁给她 所以强迫我爸爸离开她的女朋友 她的最爱的爱人 然后用钱把我妈妈 请回来嫁给我爸爸 你看这样婚姻会快乐 所以我妈妈经常在抱怨 抱怨 我还跟我妈妈说 这个创造你嫁给爸爸 才可以生我这个出家儿子 为了这个 你要这样想 后来他们两个还是弄不来 所以我在我爸爸 往生前12年 把他们分开住 我爸爸就住在寺庙 他觉得很快乐 他觉得很好 从那天开始 什么忧郁症 躁郁症都没有了 什么高血症都没有了 快乐得不得了 都不用吃半个药 这样那我妈妈也快乐了 我妈觉得我爸不在 他很快乐 儿子在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心态因缘吧 你要世界好 你对世界好 世界就对你好 你对世界不好 世界就对你不好 一个人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因为他对世界很好 经常笑 共花 像我们把这个咒语当作花 各位可以 今天会发给各位 可以挂在你的家里屋顶上 每个人都会看 因为这上面有八个咒语 这叫间急解脱 有八个咒语 有时候想一想 到底是他漂亮还是你漂亮 如果你没有慈悲性 他比你漂亮 他不会生气的 但是后来我们就开始把它插在虎幕 因为这个是从虎幕区学来的 他们很多军人虎幕都插着这个 把它在美国拍到了 然后我们说这个很好 然后就给它加上咒语 加上咒语的颜色 风一吹 我就在超度了 转法轮 利益众生放光 所以 如果你经常用花 去供佛 用花去利益众生 就像刚刚在楼下 有三位菩萨送我花 用花拿来供养 那边有佛像 所以我们供的时候 你不能自私说我要漂亮 我用这个花供佛像 愿荷兰漂亮 愿荷兰人快乐 愿那些水中的余力快乐 你就尽量想越多越好 你想了越多 力量越大 功德越大 就对了 所以各位以后 为什么要禅修呢 禅修是你供一朵花的时候 你就开始想 我用这一朵花 供养所有的佛 所有的菩萨 你就慢慢念 供养所有的天神 包括上帝 圣母玛利亚 包括印度神明 希望他们快乐 我用我这个花 应我爸爸也快乐 我妈妈也快乐 往生的祖先快乐 我用这个花 哎呀 多胎的胎 我替你供 希望你得到花的美啊 漂亮 然后你又一直想 用这个花 我能够 为所有的动物 做供养 所以我昨天看了一个片子 来 法会功德 会像被杀的骆驼 找得离苦的乐 因为昨天看到 他们把骆驼绑在柱子上 骆驼很壮啊 所以他的脖子有点弯 然后他们就拿个刀子 他那个血一喷出来 可以整个打水缸 因为他们骆驼嘛 他要等他血都流完了 骆驼都还不会死 慢慢在那边挣扎 所以你看到了 你要把这个骆驼 成为你慈悲的对象 你要去感受他的痛苦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供的花 乃至水 乃至一只香 对他们都有帮助 然后你要再去想 这个花 这个香 这个灯 它是空性 为什么 因为这个花 再过几天 它就烂掉了 丢到垃圾桶 变成肥料 那这又变成有机肥料 它们又去变成新的植物 新的土的里面的营养 这个营养就会可以让这个世界 开出更多的花 种出更多的菜和树 所以这个花之所以漂亮 是因为它会变化 所以漂亮 只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拿来庄严这个世界 各位一样 我们一样 六道轮回 天道 人道 修罗道 第一轨道 出生 我们投胎做人 那是我们最能够 影响世界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在三恶道很痛苦 你在天道 人道 你在享受快乐 你不会想要去 真正去体悟众神的苦 那我们现在就像那个花一样 这个是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难得投胎做人 而且还在修学佛法 特别在边地 欧洲算边地 边地就是说 它离佛法 好像佛法在这边不流行 然后在这种边地里面 要修行佛法 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修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隔西 经常有住在荷兰的隔西 教会有住在荷兰的法师 学佛的人 各位在修行上面 有一些问题 可以问问他们的经验 所以经验很重要 你本来胃痛 现在胃好了 这个经验很重要 人家问你为什么会好 不再骂我老公了 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经验很重要 看医生大家都会看 当然看医生是个住院 医生可以帮助你物理性的 但是这个胃痛的因 来自于这种对事情的不满 跟忧伤 这佛经想得很好 你这个人爱骂人 脾气到了心脏有问题 你这个人生憋气了 生气放在心里了 忍了你肺部会有问题 你这个人贪心很强的 肾脏会有问题 贪到一个阶段 血液有问题 变成血管有问题 你这个人傲慢的 膝盖骨头一定有问题 所以你的心态 就一直在影响了你的身体 你的心态也一直影响了你的命运 就像不会香的花 臭的花一样 这个我们看到就不舒服 闻到了不舒服 所以那你去影响世界怎么样 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一直影响你 所以我必须 我们永远要记住一下 来互相影响 互相依存 互相有因缘 没有单独存在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希望健康 那你多帮助别人健康 心里祈愿别人健康 就像前面是火车站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看到老人希望他健康 看到坐轮椅的 希望他更健康 看到他们拿着背包 希望他们不要太重 他们跑来跑来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可以圆满他们的血液 不管他在想什么 特别你看到病人 你就一直希望病人赶快好起来 那你就很健康 你这个力量 可以帮助更多人健康 因为你是让别人健康的力量 一直在你内心 什么叫禅呢 禅就是习惯那种心态叫禅 习惯慈悲叫慈悲禅 习惯空性叫智慧的禅 禅定 它就让你的心态保持在一个 你认为这样是最好的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 我怕各位坐太久脚会酸 但是修禅的人 他是故意让脚酸酸的 但是如何在脚酸酸的麻的过程 他心态还是在保持一个正确的念头 如果这个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哪天 老啊生病一定的 这是谁都要面对的 甚至死亡 生老病死 甚至事情变化 这是一定的 但是你的心不能接受事情的变化 你的心态不能够接受身体的变化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要禅 禅就是让你专心 现在你在想慈悲 就像各位晚上两三点还睡不着 因为你在想了一件事情 明明你想要睡觉 但是因为你的念头 一直在想那个事情 所以你会睡不着 如果你能够放下 放下 那你就会进入睡觉 那禅有一点类似这样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去想 是正面的 不要被负面的拉住 所以说医生说 你可能三个月以后要开刀 这下你就惨了 你想要开刀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你很担心 你就会 你的病会发作得更快 但是传到桥头自然指 我们中国人讲的 以其我要三个月开刀 好在还三个月 我利用这三个月 去放生 去帮助老人 去布施药 去念药丝经 而且保持 因为相信佛法的 所有病来自于你的心态 烦恼 你的心态烦恼的行为 造成了这个病 所以我现在三个月 少吃一点肉 对爸爸妈妈孝顺一点 也喂一点食物 给海鸥给鸽子吃 一点点面包 捏一捏 当它沉下去 给那些河里面的鱼吃 你现在开始 开始去修行 因为你已经在 念一下 自我疗愈 人可以自己帮助自己的 特别身体 那你现在就开始自我疗愈 疗愈到三个月以后 去医生那边检查 医生说 你那个白点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了 你还可以教医生的 因为佛教的方法 太多太多这些方法 所以我认为各位 你一定要自己有这个经验 不但你可以帮助自己 你还可以帮助别人 像我一样 我被判断有三次癌细胞 三次 但是我想他们是好心 不见得是癌细胞 只是他们认为 反正你就开刀就对了 师父 为了众生你要开刀 那眼睛帮我开一刀 还可以忍 给我开完以后 师父这个不是癌细胞 那你 那你反正已经帮我割一刀 你干脆两边都割 我就两边都双眼皮 你会给我割一边 然后第二次有给我说 我的不知道是胆还是里面 又有这个问题 一点多公分 然后我们佛教有替身 就是捏面包 忏悔 对不对 这些胆的问题 跟脾气有关系 跟疾躁有关系 那我们已经开始修了 不会疾躁了 现在讲话慢慢 不会骂人了 所以 又加上做替身 结果我再去给医生检查 他说现在0.3 现在这个医生 每次都要等我去 给他干露丸 给他这些瘦环 叫他怎么做 他太太都来拜我了 这样 因为他觉得 这个是他的善根 有些医生 你们这个是迷信的 对不对 那有些医生 这个就管用 所以我看那个脸像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医生的脸红红的亮亮 这个很有善根 那有医生还像我妈妈开刀 完以后要吃素 那个医生还指定 你把你的儿子叫来 我来骂他 哪有这么不孝顺的 妈妈已经生病了 你还要叫他吃草 要补一点 我这个医生 因为我动用的关系 把这个最好的医生 请来帮我妈妈开刀 结果开完刀以后 说我妈妈要吃素 他很生气 他为什么 我花这么多工夫 把你妈妈终于医好了 你让他吃素 他好不了 那我开刀干嘛 就他要骂我 所以我就说 那个医生是我妈妈的冤亲在中 但是我哥哥一定要给他医 给他医我妈妈就病了 要命 我移到别的医生就好 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 你连医生跟你是结善缘 还是结二缘的都很重要 那这些你一定要有点观察力 有点观察力 所以很明显 我妈妈到那个医院 就没办法睡觉 就叫到天亮 像琢磨一样 我妈妈移到别的医院以后 可以睡觉了 不用吃那个药了 所以人要结善缘 但是往往在气势比较不好的时候 当你最近没有在修行 你所去找的人都是要来讨你债的 要报你仇的 这样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心态调整了以后 我原谅对方 我不再生气 我胜悲 你后面碰的都是好人好事 所以我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 这个佛法 这个禅 它就是希望你能够专心的 专心叫禅 由禅进入智慧的思维 了解空性 消除贪嗔痴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叫禅定 波勒智慧 但是首先你要专心 专心 然后你才能够看清楚 那你要得到一个专心 而且这个专心是一个正确的专心 你要首先你要持戒 所以佛教叫戒定慧 打坐人很多 各种宗教都在打坐 但是如果他的知见没那么正确 我打坐 但是我讨厌某一个宗教 我打坐有私人的一些 我这个人还是会想要去打仗 就像那一天 我看到报纸 很多警察在打坐 当然警察打坐是可以定一下 但是你要跟他讲 动机要正确 你不是打坐以后 你可以去打 打这些强盗 你可以打得很准 你要想说你打坐 目的是希望你有这个爱心悲心 让犯人会去造恶业 你要保护他 而不是要惩罚他 保护好人 也保护所谓要造恶业的人 你要用爱去感化他 所以我来打坐可以 如果你动机不对 你来打坐 可能会发生问题 甚至你有这些鬼神通 有魔的神通 那你这下就完了 所以各位也看到很多人有神通 他就不会修行我有神通 我比你还厉害 所以他就不想要修行 有神通又怎么样 还不是在生老病死 所以我昨天看了很多 昨天我刚好看到一个片子 看到其他宗教很好 我这个人生病 神的力量可以让你的病好起来 哦 赞叹神 这个也是一个帮助别人的方法 但是究竟来讲 这个人好起来了 他又开始去造恶业 最后又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不究竟 并不是说医不好 而是真正的究竟 不在身体一辈子健康 而是你能够解脱轮回 或是你有一颗圆满的心 没有负面的贪啊 撑啊 吃 你的心只有佛的心啊 慈悲啊 帮助众生啊 智慧啊 因为心态决定命运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我一定要养成一个 我认为住在荷兰 他们这边静静静静的 水也很多 阳光也灿烂 人也蛮柔和的 那各位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 享受这种安静 那不然最后还不是死啊 这个安静是希望你能够为自己 为整个所谓众生 让他们得到一个永恒的安静 你看一下 大涅槃 我们叫涅槃极静 这个涅槃极静就是心永远的平静 没有痛苦 而且心很平静 反光 就像镜子越亮 它能够照亮这个世界 佛教的所谓大乘的涅槃 跟解脱道的涅槃不一样 解脱道的涅槃是 我不要来轮回的 叫阿罗汉 我不要轮回 轮回很痛苦的 那大乘的涅槃呢 它是我变成佛的心 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脱离痛苦 但是它内心很平静 但是行为很认真 很细心 很细心 就像你要拯救整个荷兰这个国家 荷兰国家是有好的 我们要推出去 荷兰国家的负面的 这边依然有杀生 昨天我们叫了一条河 叫鳗鱼河 哇 有人在杀鳗鱼 所以有人在生病 荷兰一定有人安乐死了 或是车祸 或是过去战争死亡的 那我要如何帮助荷兰 所有负面的事情 转为正面 在痛苦的变成快乐 那你要达到这样 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寂静的心态 你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 帮助对方 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 叫菩提心 愿帮助众生 愿成佛的心 但是这个菩提心呢 那你必须要有绝对的空性 金刚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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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秤的空性 跟解脱道的空性 完全不一样 大秤的空就是 没有自私 不为自己 什么叫大秤 一切为对方 一切为众生 各位要注意 哪一天你出家了 经营道场 我希望我的道场 越盖越好 信徒越来越多 这也不是慈悲 因为你还有一个 我希望我的道场好 那空性的意思是 我希望天主教 基督教 各种宗教 都能够先得到他们的快乐 进一步能够得到救济 你要把他们的事 成为你的责任 这叫大秤 不能只关心自己 所以永远要记住 比如说各位你开始修大秤佛教 你现在各位有谈恋爱 有先生有太太 你一直想到说 他要对我好 或是我想要抓住他 那你又离开大秤了 因为你又想到你自己了 你要想的是 我如何让他现在快乐 未来快乐 究竟解脱 我跟他在一起 或是我生这个小孩 是要让他解脱成佛的 不是我要来送他去哪里读书 拿着博士 让他一辈子不缺钱 不缺钱反而造更大的恶业 为了拿到那个博士奋斗的钥匙 所以你拿到一个学位 去失去了自己的慈悲心跟佛性 那浪费 如果你用慈悲心去读书 你用慈悲心去做医生 你用慈悲心去做企业管理 那还有道理 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是 一般都是先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的权利 自己的福利 这个你要修禅修了 所谓禅修是 我不能有为自己的想法 我一切要为这个世界 国家 下位各位进关口的时候 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 都要问你 你来这边干嘛 我要来奉献 我要来慈悲的 我要来帮助的 你的心态有这个心态 事实上你不用讲出来 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你就会碰到一个很好的人来帮你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就像我以前在跑监狱 我以前我不会开车 那我刚出家几年 我就一直跑监狱 那监狱有军人监狱 一般监狱少年监狱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 我又不会开车 那我只能叫计程车 坐公车也不行 但是我发现奇怪 我那时候就有感应 我每次要去监狱了 坐的计程车都不跟我收费了 他们就问我说 师父你要去哪里 我去看所所 你为什么要看所所 我去那边跟他们聊一聊 好位 师父我带你去 那你要里面讲到几点 我可能要两个钟头 我在外面等你 还给我留电话 师父你下回要去一定要找我 奇怪你又发觉 碰到很多好人了 所以我自己就有感应 原来每次我要去做好事的时候 就会有好报 原来我的心态 所以永远永远 要记住 比如说我跑到一些眼镜店 我去选我的眼镜 那还是个事情 你要开始改变观念 我要去可以眼镜店 我希望这个眼镜店赚钱 这个老板得到我们的功德 希望他的眼镜 让每个人配起来 度数都不会增加 你要有这个利他的心 这个叫修行 往往你用这个最好的心态 你会到了一个 对你最好的老板 找出一千副眼镜里面 就这一副适合你戴 配出最好的度数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是你要开始改变 不要为自己 佛法的整个精髓分这两方面 来调伏自我 就把这个我压到底 不要凸显自己 因为根本没有我这个东西存在 刚刚分析过 这个我 不过是这些肉体的感情的心态的 叫色受想行事 五蕴合合 对不对 这个我不能够离开太阳空气 所以没有单独的我存 所以你不要想自己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自我中心 我的身体 我的爱情 我的事业 我的签证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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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是生命的敌人 这个是我们学佛最大的福报 居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 每一个人 都是在凸显这个我 我得博士的 我的国家 我的宗教 我的儿女 偏偏每个人都在完成这个我 那偏偏佛教呢 读一下 无我的智慧 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 空性 无我的 所以佛教这两个方面 第一个 各位一定要调伏自我 那这个我表现出来就是什么 贪嗔痴的烦恼 你说我 我喜欢的叫贪 所以各位你看到那个男生很喜欢 那贪的魔又来了 你看到那个境界很生气 噢 撑的魔又来了 今天你皮肤比较白 你傲慢的魔就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我 我还装着假肩吗 我的腿很漂亮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看我穿短的裤子 你还不看 那各位你要注意小心 因为你不要一直习惯 你天天不念佛都在满足那个傲慢的我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很难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要理个大光头 然后每个人穿的都一样 这就不会凸显那个我跑出来 如果一个出家人去贪财好胜 就只字字点点 对不对 所以那各位这一点主要 佛教的第一个目标 调伏自我 消灭贪嗔痴 净化自我 你可以讲自尽其义 你要把你的分别心把它净化掉 你不要用我想我不想 所以特别年轻各位都会打电话给对方 我好想你 我想说你怎么不想佛陀呢 你不是想那些医院可怜的众生 你想我干嘛 这是我爱你啊 所以我想你啊 你有没有想我 没有 我们要想的那些可怜的众生 所以第一个各位要调伏 所以你所有的痛苦都是觉得你有个我在痛苦 有些人痛苦到想要自杀 根本没有这个我 哪有我的痛苦的两个字呢 所以各位这一点你要 思维佛法 修空性 调伏自我 消灭贪嗔痴痴 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 来 普度众生 不但没有自私的爱 却要变成一个平等大慈大悲的 慈悲愿力 我要让所有人类都离苦 我要让所有六道众生都成佛离苦 你要发展这个 简单的说 自私的感情变成一种平等的大爱跟悲心 那谁能够圆满这个任务 佛陀 所以我要成佛 谁都可以成佛 各位要记住 听一下 众生皆可成佛 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你不用去外面找 佛性本具足 六处他已经讲了 只是你如何开发它 所以我想各位愿意到欧洲来 你有你追求的目标 他说希望你这个追求是一个正确的 而不是不要枯海无边 一直往外追求 最后你还不是回家 所以他叫我们回头 这个回头不是我回老家 我们叫出家人 就是回到你的空性 慈悲心 而不要回到你的欲望 自我满足 如果你这样 你会一辈子很痛苦 所以这两个方面 看起来就是佛教的修行 这样一件事来 调伏自我 普度众生 征服烦恼 承担众生 调伏自我 就是智慧 承担众生 是一种慈悲 那这两个圆满 就是成佛的意思 オマニベメオナモ阿弥陀佛 那这个方向各位要抓住 那如果你现在有痛苦 这也是很好修行的方法 因为这个痛苦的因从哪里来 你利用这个痛苦去解决它 这个痛苦的因 那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我 这个无名 然后因为无名起了烦恼 贪嗔痴造的业 那这个业现在让我脚断掉 这个业让我眼睛瞎掉 这个业让我被老公欺负 不管什么业都有各种的业 杀身 偷盗 血淫 妄语 喝酒 这个每个人的业 就造成自己的命运 所以各位要脱离这个业的障碍 我们只要积善业 不造恶业 念一下诸恶魔作 众善奉行 所以命运决定在我们的业 这个业就是 他们叫Kamma 身体的业 嘴巴的业 心态的业 你为什么唱歌那么难听 你爱骂人 你为什么讲话人家听不下去 因为你爱批评讲别人是非 你为什么口才这么不好 因为你爱骗人 所以每个人的业 你为什么讲话的时候对方跑掉 因为你骂过父母 骂过老师 所以每个人的业不一样 你为什么眼睛这么漂亮 因为你眼睛不瞪人家 多用漂亮的花 庄严的 让这个世界很美 我觉得来荷兰 荷兰有个好处 花好美 花好美 很特别 因为我刚从英国过来 在英国的感觉 荷兰的感觉不一样 下一站要去德国 这下要拉紧 要保持警戒 德国的感觉也有一点压力 所以他荷兰很安详 因为大家念下来 尊重环保 尊重自然 就在这种原始的环境里面 不要破坏原始的环境 自己也可以住一个漂亮的房子 而不见得太把他人工化 太把他 所以在这一点尊重 所以我想各位 你能够到全世界跑一跑 全世界的优点你都要学 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学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民主 每一个宗教 你都要去学习 你不能说我是佛教徒 我干嘛了解天主基督教 印度教 那你不慈悲 你讲这种话不太慈悲 因为佛教是普渡众生 不是普渡佛教 是所有的生命 他想要得到快乐 他要升天 那你要告诉他真正升天的方法 他要发财 你告诉他发财的方法 等他升天了 发财了 健康了 进一步告诉他解脱 不要痛苦的方法 进一步告诉他一起成佛 享受生命圆满的力量的方法 所以基督教可以成佛 天主教可以成佛 佛教也可以成佛 道教也可以成佛 为什么 念一下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可成佛 但成佛不是坐在那边 而是你要创造因缘成佛 那你要发菩提心 修波罗蜜也可以成佛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边 我刚刚要各位写这么多牌位 那些往生者 如果你帮他写牌位 这个念头 他就可以吸收到 我们现在在聊天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保持一个 在思维 真理 在讨论 帮助众生的方法 这样对他会不会超毒 会超毒 因为他心态平静 所以各位现在刚刚在听我讲 你就会忘了你的烦恼 甚至你会生起 惭愧心 我这么爱漂亮 好像我错了 我欲望这么强 可能我错了 这个就是一个功德 所以你就开始改变你自己了 而且如果你决定了 好吧 听法师这么说 以后不要骂人了 你的喉咙痛就好了 以后我不要再这么急躁了 你的肝胆就好了 以后我可能多吃一点素 不要脾气不好了 你的心脏又慢慢恢复了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 心态 但是这个心态 各位要祈求佛菩萨的价值 我们想做到 但是做不到 怎么办 赶快念佛 赶快持咒 赶快诵经 赶快禅修 各种方法都可以吧 只是禅修 他比较容易面对自己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禅修又不行 外面众生那么苦 你要去帮助他 如果一个人打坐禅修念经 只是在为自己的安静或成就 我希望我得到什么 我得到什么 我要修一万遍 两万遍 我将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个你不是大乘佛教 因为你在想的是自己的成就 大乘佛教的一个基本 念下来 不舍弃众生 不离开悲心 记住 大乘佛教修行是 你一手拉的众生的苦你要拉着 你不能放手说 放手我来打坐 不行 所以我要各位刚刚先写牌位写在那边 众生苦我们写好 我们那个大本的是堕胎胎儿 那里面有一千六百万 被堕胎的小孩子的苦在那边 所以地球永远在转 地球永远在变化 生老病死 天气一直在变化 那你要一时想着他们 不离开他们 因为不离开悲心 所以我在念经 不离开悲心 所以我在打坐 不离开悲心 所以我在供花 这个叫大乘佛教 如果我先把 放在那边 我来念佛 我来持咒 我来闭关 那这个你已经为了追求自己 因为别人闭关 我也要闭关 别人持咒 我也要持咒 别人考上那个阶段 我也要考上那个阶段 那你就离开了慈悲心 不叫大乘佛教 所以我很喜欢讲 半供半读 就是说你不得不去工作 因为你不去工作 你就没有钱缴学费 所以你要不断地去慈悲 但是在慈悲的过程 又有智慧的分析 这样可以 也从不断地去慈悲 去增加你帮助众生的经验 就像你是个老护士 老医生 老司机 这个老司机 不是一天天天在那边打坐 看佛经理就会开车的 对 你去半工半读 边开车又边研究 然后怎么去做得更好 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做前置作业 如果你有忙 先来开车一下 这路怎么走 对不对 那怎么联络 因为第一次 所以 但是禅修是 你很多事情要问得很清楚 好 所以我想 我们时间快到了 我们等一下要用五灾 但是基本上 像我这个想法 不是在说法 我已经 这是我的心念 我只是透过语言 讲出来而已 所以 但是要让这个佛法 变成你的念头 你不要再用你的想法了 你要开始练习 所以征服自己是最困难的 有一句话 在战场上 战胜百千万军队的人 还不如一个战胜自己的人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练习 先找出自己的缺点 如果各位你要开始修行 偶尔你回到家乡 跟你的家人在一起 他要看到你有没有改变 你这次回来会洗碗 比较笑了 讲话比较温柔了 比较体贴了 比较细心了 那这样对 你不能说你看 我带回来法国香水 那有什么用吗 所以因为你的父母 并不知道你有钱 而是看到你的改变 你现在心态心情比较好了 而且你还可以影响他们 所以那在这一点 各位要经常回光烦躁 就是孔子讲的 无日三省无声 对不对 我一天至少三遍 反省自己 我的缺点 所以各位 我希望各位 学大乘佛教 你要摆个镜子 讲话 眼神 心态 像我经常在录影 我不得不被录影 但是 这个录影也是直播的 所以我必须很注意 注意我的言行 眼神 而且我讲错一句话 来不及后悔的 因为已经播出去了 但是虽然别人有人 不能够认同你某一些事情 像我很喜欢死死 这两天台湾报纸又再说了 海涛法师是英国湖墓区 就侵犯到别人的宗教 没有这个意思 不叫普渡众生 这边是华人湖墓念一念 西方人湖墓也要念一念 佛法是超越宗教的 对不对 但是 社会 有少数人不能认同你 没关系 有机会多回向给他 希望哪一天 他也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事情 生气 不满 而且反击对方 千万不行 各位永远记住 学佛的基本的 阿姨曼斯就是 永远不伤害对方 永远不攻击对方 就算你把我杀了 在金刚经里面 你把我砍成肉将 我依然把功德回向给你 希望将来你可以离苦 真的我成佛 我第一个要杜你 因为你 你砍我杀我 批评我的缘 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以前你还没学佛 觉得我很不满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我 我又没做错 我想要反击他 那你又掉落这种陷阱了 那更可怕 你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 所以各位以后 不管你再做任何的善事 而且这个善事 不是你的想法 我们是按照佛经的真理 因为我们归一三宝了 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了 是最究竟的 那你这样 比如说你吃素 很多人会反对你 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你 你不能退转 你还是要坚定 坚定 而且吃素 而且吃得很健康 如果你的心态 吃素的动机很正确 是为了慈悲心 为了保留慈悲心 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为了我们 他直接间接被杀 所以 包括现在很多观念 已经很新潮了 牛奶都不喝 因为知道母牛的苦了 连鸡蛋都不吃 因为知道母鸡 小公鸡被杀得苦 现在有网路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 你的理由很正确 所以你吃东西 也要有慈悲心 有慈悲心吃东西 那你自然会 吃素 如果你不是了解这个道理 一般人会觉得 吃素 没健康 不营养 太迷信 他会给你一百个理由 但是 你连 你吃素都吃了 你干嘛跟这个 反对你的人吵架 你不是不慈悲吗 所谓吃素 是为了平等一个 培养一个平等的悲心 骂你的人 你要对他慈悲 你不能心里滴滴咕咕了 你也滴滴咕咕 对方也高兴 我就要趁你滴滴咕咕 攻击你 所以 那你如何保持一个 永恒的慈悲 这个叫修行 而且 根本没有一个我 在被骂 只是佛法这个道理 宣扬的不够 这样而已 如何用更好的 现代的方法 让更多人了解 吃素的意义 出家的意义 打坐的意义 那我想这个是佛教的目标 好 我们先回想一下 大家永远五哉 下午呢 我们继续讨论 各位也可以问各系问题 那这我们里面可以多写排位 来 各位念 愿孝三藏诸凡劳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阿玛立北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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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休息 永哉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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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冲过去 做妈妈的本能冲过去 这个就是无虚伪的悲心 我们现在修的不是光对儿子 任何有一个人跌倒了 你就会冲过去 哪怕你身上穿得很漂亮 地上是水泥水泥 你会冲过去 脏了没关系 救到他了 让他不跌倒 如果你还在思维一下 那个人我又不认识再见 他掉下去 这个又不是我信徒 我算了 哦这个是我的信徒 哦我去念 那你这些都是有造作的 有分别的 你才要做 哦这个帅这个美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讨厌 那不行 所以我们要 学习佛菩萨 永恒的依靠 所以那天我跟一个居士说 他一直批评某一个居士 然后他 不太喜欢他 然后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 某人啊 你对你女儿如何啊 他一讲他就 心里很舒服 我说什么叫冤亲平等 你知道吧 以对待你女儿的方法 来对待 那个你在批评的人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死 冤亲平等 我们不能谈慈悲心啊 不能谈自己受菩萨戒啊 所以你要有个对象来看 今天人家打电话给你了 哎呀你妈生病了 哇我赶快去助念 我记得我也是刚出家 那时候有人打电话 哎呀你们这边有法师吗 我爸爸快往生了 那我师兄哥说 问他是不是我们的信徒 那我当然觉得好像也没错啊 后来想说 哎你太现实了 哎 如果那个是你妈你会冲过去的 你还说价钱谈好再去吧 你是不是我的信徒啊 啊 所以我想各位在在这一点里面 不能把佛教变成贸易化啊 不能把佛教有这个分别性 所以 因因不舍众生所依赖的就是 无虚伪的菩提心 悲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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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